3月31日,好莱坞电影《伦敦陷落》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 导演巴巴克·纳加菲与男主角杰拉德·巴特勒出席助阵 《伦敦陷落》讲述了跟随美国总统赴伦敦参加葬礼的特工班宁 意外发现了一伙恐怖分子的阴谋 于是联手英国情报机构解决了这场即将席减全球的危机 杰拉德·巴特勒曾在《三千勇士》中饰演了斯巴达王李奥尼达一决走红 随后在《奥林匹斯陷落》里又出色演出 此次在《伦敦陷陷落》中他继续以硬汉形象示人 而谈及第一次来北京的心情 杰拉德也透露自己去参加了天安门和长城 与杰拉德·巴特勒首次来话不同 一向对于中国功夫相当感兴趣的导演巴巴克·纳加菲 因为中国功夫则早在十年前便来过北京 此次再度来京自然对于北京的风土人情有着不少了解 而当被问及最欣赏中国的演员时 导演也是表示期待有机会能和成龙合作 Jackie Chan 那当然是成龙大哥了 Jackie Chan 当时我太年轻了 所以他们没有让我去参加联赛 所以我输入了 但为什么我开始了 是因为Jackie Chan and the good thing was that he also inspired me for working with movies so that's like 20 years ago and still today I'm dreaming about doing that 那么如果说想跟谁合作 刚才谈到了最想跟的就是我们说的成龙一起 他们成龙大哥合作 那么其实他对这个武术是很感兴趣的 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练武术了 那么在瑞典的时候 当时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些片子要求等等 那么他其实对这个感兴趣是在20年前去 你对中国的功夫比较感兴趣了 也希望未来能有这样的一些合作 酷六娱乐北京报道